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Auer 今天呢 我要来教大家 如何添加subscribe button 到你的影片当中 和添加subscribe button 在你的YouTube channel ad 这里 你可以看到我显示的这个地方 请订阅我的频道哦 OK 那么呢 首先会教大家 如何添加subscribe button 到你们的影片当中 首先我会去这个 YouTube manager 这里 打开 在另外一面打开 然后呢 选择其中一个影片 Edit 之后呢 去Annotation 这里 这个影片呢 我有那个subscribe button 所以呢 我就拿这个来做Annotation 给大家啦 OK 现在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黑黑的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Annotation的东西了 那么呢 好 到我那个播放的地方呢 添加那个subscribe button 到那个影片当中那个 时间段 OK 我会去 到这里 到这里 这个时候呢 就添加这个Annotation 再到里面了 然后呢 就会放在这个subscribe button 的这个地方 然后缩小到好像 然后缩小到好像 跟那个subscribe button的那个size 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很像一个subscribe button 在这个地方 那么呢 要怎样子呢 我就会link 去这个subscribe这里 但是呢 他要我们添加那个 你们的YouTube Username 这里 OK 怎样知道你们的YouTube Username呢 首先呢 我就会去这个地方 youtube.com slash user 把这个 改掉 啊 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 channel 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频道名字 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 本身的频道名字 是jong hour 嘛 但意思是因为我还没有改 所以呢 我的频道名字就是jong hour 89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copy and paste到这里 那么如果我打 我的频道名字是jong hour 的话 他就会显示这个是 不正确的 因为我 因为 可能他们detail不到我的名字 还是什么的吧 那么呢 如果我打 jong hour呢 他又是会怎样子呢 他就去到是另外一个频道了 所以呢 为了防止这样子 点错地方呢 所以呢 我就会 直接去查我的 user 是什么名字 就是jong hour 89了嘛 那我把它paste进去 然后 preview的link 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的频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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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设置你要播放的那个时间出现这个button 因为我的anchor 设置是为10秒嘛 所以我就放 20到30秒以内 然后呢 好了之后你就可以apply changes了 ok 好了之后呢 又可以直接去影片检查 这个subscribe button也没有到里面的影片当中了 ok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了 然后呢 点进去也是一样 回到我的频道这里了 那么 然后现在就教大家如何添加你的subscribe button 在你的youtubechannelart上面 你可以看到 在显示的这个地方 请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呢 要怎样子做这个呢 首先呢 你可以去 现在右上角这里edit这个link 一个铅笔edit这个link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link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link custom links这边 然后呢 请订阅了我的频道 的时候呢 因为他这个可以放很多字 所以呢 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个 然后呢 要copy这个link 你就可以 添加这个subscribe button 在你的youtubechannelart里面了 这个呢 我将会放在那个说明文里面 然后你看到呢 我放在这个地方呢 是jong over89 也就是你们的频道名字啦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放你们的频道名字 就好像 刚才我已经显示过了 那个 如果去检查你的频道名字 这里 哦 search 起来 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 我点进去 他就直接到我这个 我的频道上面了 一点进去 他就是 你 可以代表订阅我的频道了 那么呢 那么呢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了 那么谢谢大家的 刚刚也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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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